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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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龙门镇像这样的建筑随处可见 这中间又暗藏了什么玄机呢 我们的记者小微呀 是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 青州市浦北县龙门镇的蓬蓬田村 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站在小棚门口的小围 却迟迟不敢进去 大哥 你怎么养这么多蟑螂啊 不是蟑螂 看这就有点了 大哥你看看一下 这里面都是 这里面都是 哇 这么多 说着邓大哥拿起一格三角木板 打开后里面全是这小玩意儿 密密麻麻的掉在地上满地的跑 这可把我们的几者小围给吓傻了 全部都是 哇 还有 这里应该给你看看 太恐怖了 这个叫什么东西啊 这里叫这个金边土边 金边土边 金边土边 这个跟赵老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个金边土边这个背部啊 你看是吧 在背部有条纹的 黑色的这个背部啊 这个腹部呢也是有条纹的啊 也有条纹的啊 也有条纹的 它边缘的啊 是金色的 金色的啊 金色的啊 这是金色的 金色的 所以叫金边土边 所以叫金边土边的啊 金边土边 那么蟑螂呢啊 蟑螂这个蟑螂啊 这个蟑螂啊 叫翅膀的 这个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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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拿这个脚的稍微长一点 稍微长一点 稍微一点 这种外形相似 都没有翅膀 体型较为扁平 呈椭圆形 背部呈紫褐至棕褐色 且有光泽 两只眼睛相聚较圆 在背板的前圆 及侧圆呈橘黄色 故有金边地鳖之称 要用名称是金边土圆 原来这楼顶上搭建的棚子 都是用来养金边土圆的 我们的记者小维 在楼顶还发现 摆放着好几个大的盆子 而且还有好几个盆子 底部全是孔 看我在这发现了好几个 这样带孔的盆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邓大哥在盆子边缘 抹一圈机油 土鳖虫就不容易爬出来 然后在盆里放两块小木板 再套上带孔的盆 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 因为挤压而出现土鳖虫的损伤了 随后将木板内的土鳖虫 全部倒入盆子里 这是用来分大小用的呀 这个盆子也要分大小用的 分这个大小把这个大的 上面的这些 上面这些大的 卖出去 这是可以卖的 我看这里 也大小有点不一样 这个不用再分了吗 不用不用了不用了 这个大的是母的 是母的 这个小的是公的 大的母的小 这些都可以卖的 都可以卖这个 原来呀 这带孔的盆子 是用来给土鳖虫分大小的 小的土鳖虫 会顺着孔往下钻 然后大的就留在上面 留在上面的大土鳖虫是已经到了采收期的 就可以拿去卖了 哇 好多小的下面 这个是要长多长时间才能长那么大 一般都是六个月主要 六个月 六个月 嗯 其实土鳖虫的雌雄很好区分 基本上看一眼就能知道哪个是雌虫 哪个是雄虫 雌虫个头比较大 尾部也比较大 而雄虫个头比较小 尾部是平的 雌虫在幼虫的时候会长一点 尾部发红 雄虫尾部会有点发白 凸壮的 幼虫相对会比较小 旧房翻新 油房 粮仓等 木地板改为沥青水泥 为何让它们无家可归 饲养成本增加 如何另辟蹊径 提高养殖户人均收入 都说土原价更高 但是相对于毫无经验的土原养殖户来说 如何是好 绿色时空马上播出 将筛选出来 还没有达到采收标准的土鳖虫 放回到饲养床继续饲养 在邓大哥家 有很多这种上下铺一样的小饲养床 在饲养过程中 它会把这些土鳖虫分开来养 难道这也是有讲究的吗 当时你不分开的话很难吃养的 这个吃养的这个厂长不一样 你卖的时候 人家要这个长虫的 一个药虫要经过五个多月 才能够长虫 长虫的时候你只怕药虫的时候 要很慢一点 另外一个 它气食的方面 它有时要是气不大 这个带虫生气 你不要从前来出的气 如果带虫气掉了 你药虫都没有起了 给它气了 它气不大 这分开饲养是有很大好处 但是这分开养殖 实施起来也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平时的喂食需要区别对待 成虫以粗饲料为主 幼虫却需要精饲料来提供成长所需的营养 其次过冬时节的喂食要一视同仁 一般从十月份天气变冷开始 邓大哥给大大小小的土鳖虫配置食物的时候 都要适当增加精饲料的比例 保证土鳖虫有足够的能量 抵御寒冷顺利过冬 土鳖虫是杂实性昆虫 喜欢吃新鲜的植物 最喜欢的当然要数牧鼠叶了 所以在当地 放眼望去都是成片的牧鼠地 当地人一般都会背着一个大竹筐 一采就是满满一筐的牧鼠 把采回来的牧鼠叶放在地上晒一天一夜 把露水晒干就可以直接打碎 做土鳖的美味佳肴了 您这是在野土鳖准备吃的吗 是啊 这个切的是什么 牧鼠 牧鼠 这么大一片 这边也是他们吃的 是的 哦 哦 这个是麦皮 麦皮 这个是牧鼠叶 哦 牧鼠叶 把三种东西啊 搬在一起 哦 哦 待会要混在一起给他们吃 混在一起给他们吃 你一天喂几餐呀 一餐 一餐 一餐就吃这么多 是啊 吃的好多呀 哈哈哈 这分开养殖虽然是解决了很多问题 但是这分开养殖的密度又该怎么确定呢 地鳖虫是一种喜欢群居的动物 饲养密度一般可以适当大一点 但在环境条件出现不利的情况下 地鳖虫会发生相互残杀的现象 所以密度又不宜过大 节目看到这儿您肯定要问了 目前市场上的土原干贫 每公斤是多少钱呢 这事儿啊 谁说的不靠谱 我建议您擦两双眼 去药材市场实地了解一下 看看现在市场的需求量是怎么样的 再去说投资的事儿 不过养殖土原到底需要注意什么 如何保证林东朋友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把土原养殖由野生变为人工养殖 需要一套怎样的设备和管理技术 才能让人工饲养土原 逐步达到文产高产呢 要解决这些问题 咱们接着往下看 夜幕降临 邓大哥带着老伴一块上山了 夜幕降临 因为我每天上山去坐的时候 看不见他 他几次找 找得很赖的时候 找那种木皮 见有一脸三个木皮 要塑料一下床子 晚上我扫电器看 我马上又看了 他满地 他才去出来找这个东西吃 所以我把他做回来 每天晚上 都是做一点点回来 他的繁殖 土鳖虫喜欢生活在阴暗的地方 野生状态下的土鳖虫 多生活于木皮下 树叶下 白天基本上是不活动的 傍晚开始出来活动 历时交配 晚上七点到十二点 是土鳖虫的活动时间 为了让金边土鳖虫 有好的生活环境 舒心生活 邓大哥可是绞尽脑汁 我一刚开始扎回来的时候 我就放在这个 中有这个泥沙的盘子里面 放在里面取养 发现这个 这个取养很不理想 第二个寒死亡 第一个 这个温度和湿度 控制不好 第二步 就感养这个瓦片 一个瓦片 在活动的空间 比较小 每天 要看着 要很不理想 最后就想到了 这个 他藏在这个木皮里 把这个 用木板来试一下 古原路 用木板来试的时候 比较理想 一个 他冬天 比较保暖 第一个 他活动的空间 大一点 为什么用木板隔开 土鳖虫的空间 会更大一些呢 邓大哥告诉我们 他会把木板 做成三角形 然后 每一块木板上 都会定上两块 两厘米左右的木块 这样 当两块三角形的木板 叠在一起的时候 既能很好的保暖 又能给土鳖虫 提供很大的活动空间 三角木板 给土鳖虫 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生活环境 但是 没过多久 土鳖虫开始出现了 大面积的死亡现象 这又是为什么呢 自从我从山上做回来的时候 取养的时候 给他东西都要吃了 但是 一天归一天都要死掉 一定是 我这样就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他在山上可能 这个 有露水给他吃了 我回家 不用不给他水 就给他吃 我取掉了 所以后来我就 撒一点水 每天晚上撒一点水 既然既然 一天一天过去 他在使用水到很低了 几乎没有死亡 土鳖虫生长发育 产卵繁殖的速度 与温度 湿度都有密切的关系 土鳖虫的活动适宜温度 在15到35摄氏度之间 最佳温度 是25到35摄氏度 如果低于0摄氏度 或者是高于38摄氏度 就会引起乘虫弱虫大量死亡 最为适宜湿度 最为适宜湿度 是50%到80% 虽然木板在冬天 有很好的保温效果 但是光有了木板 还远远不够 邓大哥 还有更多的办法 来控制温度 夏天气温超过38度 它不出东西 它很反常 所以要盖太阳网 另外网子里面 要挂电话线 冬天超过15度以上 它不出东西的情况下 就不够把它 大小虫封在一次 就把它不够围起来 它不够死掉 土鳖虫是一个 比较爱干净的昆虫 基本上每隔三四天 要给土鳖虫饲养床 清理一次 这样有利于虫体正常生长 清理掉的粪便垃圾 也是植物们最爱的天然肥料 旧房翻新 油房 粮仓等 木地板 改为沥青水泥 为何让它们无家可归 饲养成本增加 如何另辟蹊径 提高养殖户人均收入 都说土原价更高 但是相对于毫无经验的 土原养殖户来说 如何是好 绿色时空马上播出 经过两个月的摸索养殖 土鳖虫的居住环境问题 和食物问题 总算被邓大哥一一攻破解决 按理说 邓大哥可以坐等土鳖虫收成了 可是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出现了 我养这个土鳖的时候 当常养的情况下 发现一天发生 一天一天发生 这个数量 少一点了 比较少一点 我只是想一想 为什么死不见 不见死别 为什么要小呢 活着的土鳖虫 数量出现减少 死掉的土鳖虫 却又不见踪影 按照推理 要么土鳖虫之间 又发生了内战 身强力壮的土鳖虫 吃掉了自己的部分同类 要么就是土鳖虫本身相安无事 却遭遇了外来的入侵者 为了弄清楚真相 深夜 邓大哥拿着手电筒 去土鳖房仔细地检查 土鳖虫本身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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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磁土鳖虫就开始产卵鞘,也就是说,平均每只磁虫一生可繁殖五百只幼虫。 那么,土鳖虫有神奇的繁殖能力,也就并不是传说了。 刚刚孵出来的若虫是白色的,然后几个小时后就会变成浅褐色。 8到12天后退第一次皮,退皮时不时不动成甲死状,经一到两天后恢复活动。 以后每隔25天左右退皮一次,一般熊虫一生退皮7到9次,磁虫一生退皮9到11次长大成虫。 土鳖虫在退皮前后食量显著减少。 退皮期间完全停食,此时少味精料或不味。 待发现饲养土表面出现大量虫皮后再恢复正常喂食。 在当地,人们一般采用晒干法来处理加工土鳖虫,将采收的虫子用开水烫死洗净,至阳光下暴晒三到四天。 把虫皮基本上晒干即可,这就是商品地鳖虫了。 这不,趁着阳光正好,邓大哥拿出了刚处理好的土鳖虫,准备进行晾晒。 可站在一旁的小维,却只敢远远地望着,几乎不敢靠近半步。 小维,你看了,快过来问王医生。 房医一下,好恐怖哦,我都不敢接近他。 我看您这是一个一个都得把它翻过来晒吗? 是啊。 下不去手啊,这个,太恐怖了。 有什么恐怖了,这是很可爱的吧? 很可爱,这个可爱吗?天哪。 因为至少都是一块,一块钱一个。 一块钱一个啊? 是啊。 哇,那这是多少钱啊? 那赶紧得晒,怕也得晒了。 一块,一块,一块。 可别小看这土鳖虫了,它可是非常有身价的。 邓大哥告诉我们,这土鳖折合下来算,基本上是一块钱一只。 而且呀,直接卖活土鳖进行饲养的,更是可以卖到四百多块钱一斤。 这么算来,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 土园养殖不仅能够帮助林农朋友们致富,与此同时它还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比如说,研制新型的药物,合理利用昆虫药用资源,为人们提高医疗上的帮助。 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想搞土鳖养殖,风险肯定是存在的。 不能只看广告宣传,也要考虑您所在的环境是否适合土鳖的生长,千万不要盲目投资。 好,想联系更多节目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感谢收看绿色时空,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